雖然一再呼籲大家 端午連駕價錢避免跨縣市移動 不過根據台鐵花蓮站的估計 單日還是有上千人返鄉 縣政府11號晚間特別前往視察 根據衛生局統計 星期五返鄉第一天 花蓮車站有558人 玉里車站有72個人接受快塞 目前結果是陰性的 雖然快塞沒有強制性 不過縣政府還是呼籲返鄉民眾盡量配合 全台疫情緊繃 端午連駕返鄉人潮 成為各縣市一大考驗 花蓮縣府也多次呼籲民眾 暫時不要返鄉 不要出遊 不過11日晚間仍有不少民眾返花 花蓮縣府一連四天在前站出口 設置快塞站 縣長徐政衛也在11日晚上 前往視察宣導 請參加快塞好不好 你的健康就是家人的安全 也是守護花蓮最好的表現 所以待會大家一點點的時間 花蓮縣府在這裡設置免費的快塞站 請大家運動一點點的時間 謝謝 回到家請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盡量盡量待在家裡 保持空氣的流通 這個服務當然是沒有強制性 我們很邀請也很希望鄉親為了自己的健康 能夠來多利用這樣的一個服務 我們的流程其實很簡單 為了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在拆檢之後我們會用簡訊來通知 鄉親您的檢驗的結果 讓您知道說目前為止您的健康的狀況 所以請大家多多的利用 我們不會耽誤太多的時間 為了我們花蓮鄉親的健康跟安全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把關 車站的每天的消毒工作都還是持續一直在進行 那因為也是為了我們民眾搭車的安全 然後也避免這個疫情擴散 所以我們每天的清消還是都持續在進行 針對有網友指稱 縣府要匡列居家隔離者置車站內快篩 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翔也澄清說明 絕無此事 呼籲誤轉傳不實消息 火車站的吳段長有打電話問過我 我說我沒有下過這個指令 更何況白天的時間 我們在我們的花蓮市衛生所前面就有快篩站 我想被匡列的個案也不可能來到這個地方來做快篩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 其實火車站是一個 我們在這邊算是一個乾淨區 我們希望它不要再被污染 那因為如果一旦真的有確診個案在這邊出現 對火車站來講它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這邊只是幫忙做快篩 不會把這些匡列的或是所謂有区家隔離者或確認者 隔離者或檢疫者來這邊是絕對不對的 根據花蓮衛生局統計 返鄉車站快篩人數截至目前為止 花蓮車站有638人 玉里車站有94人 目前結果都是陰性 雖然快篩沒有強制性 但還是鼓勵民眾耽誤一點時間排隊 並呼籲返鄉民眾 在家勤洗手消毒 在家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的健康 記者長幫眼 花蓮師報導 是的 這是什麼事